一个大惨剧 人生最惨的惨剧 肖乡晨报报道 天津辅警杀害新婚妻子被判死缓死则母亲 说他隐瞒精神 疾病检方曾建议最严厉处罚 2021年11月21日23时30分 刚办完婚礼55天 还不到两个月了 十年29岁的天津女子被新婚丈夫杀害 整整49刀 小杨的母亲 也就是被杀害的这个女性的母亲 心痛的简直感觉活不下去 凶手张某 曾是天津市公安局西清分局的一名辅警 王女士一直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工作体面 为人老师的小伙子 却与家人一同隐瞒了具有精神病 经常发作伤害他人 并且擅自停药 最终导致了女儿惨死 江湘城报记者 在4月22日 与天津市第一踪迹人民法院联络 核实 该犯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他也没有写联络核实 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 肖江城报的这个消息 是来源于 天津市第一踪迹人民法院了 限制减刑 同时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费4.7万 听到这个结果 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脑袋一片空白 张某是故意杀人 手段极其残忍 没有任何悔罪表现 加上故意隐瞒 擅自停药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被害人的母亲 已于4月26日下午 向检查机关提出抗诉 目前呢 等待 答复 我们看个别人大家怎么说 12000 200多个支持 支持的这个评论说什么呢 缓刑 4.7万 好可笑 9200多个人支持 评论什么呢 评论说49道 后面热评 包括有现在 媒婆口里的维恩老师 听听就得了 那真是找不出能夸的点了 提醒各位 不要有职业滤镜 服警也体检正审的 怎么通过考核的呢 谁得告诉我 婚检包括精神检查吗 为什么要催 女人结婚 这几个评论还是挺好的 这里面这个精神病史的 这个问题 一方面呢 看来就是法官可能没有接受 他是有精神病的问题 那要是有 不就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病吗 他就不是一个罪犯 就是一个病人了 如果你说他是没有精神病的 这个问题吧 这么残忍 给他判的死缓 而且这个公诉方 也认为 要这个 严惩 也没有考虑 他是个精神病人的问题 所以这两点 是个矛盾 如果 我想这个作为一个 他可能是矛盾在于 在接会55天 如果没有精神病 这个说法呢 好像让别人 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 就是说我吧 我得判断对方是个精神病 我才好接受 因为 这样不显得我不缺心眼 我 我和一个人结婚 不到两个月 对方把我杀死了 是吧 如果说对方是个健康正常人 一个就是证明我也有问题 就是这两个月 到底我俩发生啥事 这么缺心眼 缺头脑 如果说我没有没问题 只好把它解释成精神病 这个可能是两个东西都存在了 也许真的是我有问题 为了掩盖我的问题 我就说他是有精神病 这个可能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吧 关于这个精神病 也没有看到官方通报 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 这是一个事吧 这个朋友评论呢 说这个老师人 老师人的夸奖 就是听听就得了 说这个人实在是找不出来 亮点 就夸他老师吧 可是很多人都对这个指出来 他们指出来什么呢 就是这个老师人 疯狂起来的时候 比那个坏蛋还可怕 他们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区分 有没有这个头脑的问题 一个有头脑的坏蛋 他最起码 他可以评估事态的发展 我做出什么事 我会得到什么 像样的这个结果 他有评估 你让他轻易的 就是没有巨大的好处 伤害一个人 他可能不会做的 多少厘米的伤口 会坐几年牢 他对这个 他算的可清楚了 你说这样的坏蛋 你说他可怕吧 也挺可怕 但是他有边界感 边界感还是挺清晰的 是吧 别人给他一万块钱 让他去 把别人怎么样的伤害 他可能不干你 这个老师人就不一样 老师人他就分不清这个问题 你向他要什么 他给什么 然后这个 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他突然就觉得 吃亏上当 然后呢 大清算 大清算是没有边界了 你做停 你造成我这样的伤害 你可能面临着一年大牢 他还觉得他是替天醒道 所以这个老师人 他们有很多人都指出这个问题来 老师人是个负面的 老师人是个负面的 自私 这个朋友提出来呢 不要有职业滤镜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你什么职业 不代表这个是善良的人 有的地方可能是有这种去 去 去世 某种职业这里的善良人多 他还说要是干环境 某种地方呢 就是越是这种职业 就坏蛋可能就越多 这个可能得要思考了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背景下 至少 我敢说 某种职业 不代表他就善良 他就有心眼 这个 这个可能是这样的吧 就是 甚至可以这样说 他带来了各种尊严 体面呢 这里不是说他的工作体面吗 然后收入高 体面似乎带来某种尊严 但是这个尊严需要 需要点头脑解释的 我这里也不方便展开呀 好 这就是这些个评论 另外大家都在说 那他这个职业 他是个精神病 他应该 他做不了这个职业吧 你想 在他身边的人 都是人精人精的 他怎么能逃得过呢 所以说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困惑的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帖子 不知道谁哪里来的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 张某人患精神病 多次前往天津安定医院 天津和西圣安医院治疗 长期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婚前 其父 其本人及父母 故意 向这个女方 及女方父母 隐瞒精神病事实 婚后呢 继续隐瞒 直至案发 凶手的这个父亲呢 这个正言提到 其凶手在第一任对象 谈婚论嫁时 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 与这个自己的女儿 与这个女方 这次的一个 婚恋呢 再次被诊断出精神疾病 关于他得病的事呢 别人都不知道 看病用的这个 医保卡呢 都是用的 凶手的父亲和母亲的 啊 为什么这样做呢 怕别人知道 对孩子影响不好 那么 为什么不告诉 被害人呢 这个凶手的父亲 说呀 他一吃药呢 表现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在想呢 他一结婚呢 一高兴呢 病可能也就好了 所以就把药停了 嗯 呃 凶手本人供诉呢 为了隐瞒啊 自己有精神病的问题 把药放在他妈妈家的 这个柜子里面 而且结婚以后呢 就不怎么吃药了 怕自己的新婚妻子啊 呃 察觉 偶尔状态不好的时候 过去到他妈妈那里 吃药 这个这段论述 嗯 下面也有人提出来 如果有精神病 是吧 是可以被法官考虑的 那种精神病 他就不会有这个 不会就被法律制裁 这里这个赔偿 四万七 这个 这个真的也真是 匪夷所思 那有一个帖子呢 说被害人要求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呃 将近六百万的 这个赔偿要求了 只给判了四万七 这个 很困惑 反正这里面很多的信息 是我们不得而知啊